昨天呢刚好挖了一些芋头回来 然后呢今天就准备制作一道那个芋头西米露 需要准备的是西米芋头还有就是椰奶 西米去煮的话一定要等这个水烧开了之后再倒这个西米进去 如果等会那个水烧得差不多有点少了 一定要加热水进去 让它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位 这就是秘诀 然后趁着这个功夫呢把这个芋头拿去蒸一下 芋头上锅蒸个十来分钟也就熟了 其实煮这个西米的话确实很需要耐心的 你要看着火 然后要保证不要让它去粘锅 现在的话就稍微水位有点少了 然后有点粘稠 所以我们要去加一些热水进去 让它保持一个高的水位 然后靠这个小火慢慢把它里面的这个淀粉给它熬熟 芋头也蒸熟了 试一下 现在就剩下一个小白点的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关火让这个水温 鱼温去把这个西米露给闷熟 现在开始去炸椰汁 椰汁呢是用了一个椰子肉 然后加上1400毫升的一个椰子水 炸一下 炸好的椰汁呢给它过筛一下 给它过筛之后呢 椰子汁会更细腻一些 诶 那这个炸好的椰汁呢一共是1200毫升 加一勺糖进去 给它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椰汁就炸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西米露也OK了 可以给它捞出来 用这个筛子给它捞出来 滤一下这个水 过滤干了之后再烧入到这个冷水当中 西米就煮好了 我们捞出来你看 磕磕精灵剃痛 然后把这个西米跟椰汁混合在一起 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芋头混合在一起 这样子芋头西米露完成 可以做吗 很难的 你现在就吃了 还是真的这种食 拿东西给你 你又吃完都回来刚好又有得吃 是啊 我吃了 这个西米煮得很好很烫 嗯 热烤 热烤完全不用吃烫哦 我吃了吗 吃了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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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时 他的意见最多 做是没有做过一次 每次做完都要给意见 一大堆的意见 哈哈 有些什么 很高兴 这事